老朱 怎么样 老吴 今天怎么样 不错 好 老吴 这是你打在那儿啊 不是 可能是之前客人落下的 你别管了 我看能不能联系上施主 那我走了 好 老吴 这你打在那儿啊 好 明天早上六点见 路上小心啊 好的好的好的 您好 您是吴师傅吧 我是 我叫张树 刚刚咱们通过电话 这文件是我拉您车上的 那你看看 好 没错 就是他 对吧 就是他 这可是我们全公司 熬了好急 才做出了方案 真是太敢限定了 吴师傅 没丢就好 钱不多 一点心力 使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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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在等你的时候 就翻了一下 你这个企划案 我觉得挺有创意 也挺详细的 不过有个细节呢 我觉得可能需要注意一下 我看了一下啊 这是一个五十二人公司 组织的活动 有一项是 坐游轮游丽江 这个丽江游轮呢 分上舱和下舱 上下舱的座位是 六十多座和四十多座 这五十二人的公司 那就很可能出现 舱位不满 会有别的客人 在同一个舱里 或者是舱位不够 会有一部分的人去别的舱 但一般的公司呢 都喜欢独舱 这样在船上 可以组织一下 公司内部活动 吴师傅 您对这个 怎么这么了解啊 我瞒您说啊 早几年啊 我在旅游公司也做过 这样的问题我遇到过 所以也算提个醒 您别信我多事情 没有没有没有 您看这个问题啊 之前我还真没考虑过 您看这样 我想请您吃个饭 表达一下我谢意 哎 饭就不吃了 我赶回去陪家人呢 哦 那好 反正我有您电话 下次有机会再见 那我走了 哎